这个单元的花鸟终极班 这个单元新的单元也开始了 今天是第一课 还是花朴丹系列的 那个链接已经翻了大家手里 大家都看了 订阅的都看过这个 那个今天上课之前 我先评一下作业 作业交的不太多 妹妹你看个人 这个老太太教的作业 画得多好 这也是个老太太 这个画的是黄的牡丹 黄的牡丹的两种画法 两种的画法都画了 它这个花头 三条的还是可以的 还是很有进步 进步还挺大 很不错 在一定要画的时候 还要注意画的形 连这个画的形就不太好看 一定要画形画出来 那个底下这个一笔 是笔线朝下 跟这个别的画法 是一样的画法 第一笔画法一样 但是这个就是因为啥 它刚开半开的 所以它那个花底下 那个根部留着来 旁边就不要有一个展开的半 就可以了 这要注意些花形变化 这形不太好看 这个形啊 你看就把这两个半小一点 这旁边粘开两个半 效果就更好一点了啊 这个花也也这花还行 这花挺好看 但是这两种颜色的花 这不是后面又容易又容易画法吗 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啥呢 这几个半有点 你看都一样大了 没有大小区别 后面的花形也没扣进去 这是毛病 在点花蕊的时候吧 刻花蕊的时候 一定要伸进去 花蕊要伸进去 点花蕊 你看 瓷蕊的时候吧 那个颜色要浓一点的 不能浅了 浅了就盖不住 你看这个 这个三绿 就是说 意思说那个少对水 就是这个颜色挤出来 就干了 干了的颜色 不能对水啊 画那个花蕊也是那样的 画花蕊这个颜色 一定要挑太白 就是那个熊蕊 调太白和春环 调的一起 浓一点的 真的盖住它 不然盖不住 还是很不错 这个花蕊大的形都出来了 挺好 挺好的 这个森大姐的花蕊 画的很不错 你看 花蕊 画的也很得慰 这个形 转的比较准确一点 这个形画的挺好 但是它照的不是太清楚 可能照着这个手发虚了 这个老干 老干还是欠缺一些 老干 你看这个老干 但是都多这么白的 多这么白就不好看了 还是穿自行了 非常忌讳 这个三树平行的 这个平行的 应该要把它交叉就好看了 对吧 这是要注意的地方 重新这个花画的非常到位 你看这花头画的特别到位 挺好 你看各方面 颜色调的 花的形都展望的很不错 很到位的 调缺点上呢 就是熊蕊 也是没点起来 熊蕊的颜色还是浅 你看这熊蕊 那个太白要多一点的 那个三绿吧 也应该深一点的 才能看清楚 那个不太清楚 不显眼了 因为这个花蕊吧 是花龙点金之笔 还是点金之笔 你都点完以后 让它一定要精神起来 现在这个花不太精神 别的都挺好 小嫩叶子 小叶子布局 他这个老干的布局都挺好 上面也画的很不错 构图都挺好的 很不错 没有了 就是几个责业 责业比较少 今天咱们画这个 按照教育计划 画这个蓝色的牡丹 画蓝色牡丹 上面同志 有一同志提出来 把这个颜色介绍一下 我现在可把这个颜色 先介绍一下颜色 画蓝色牡丹吧 它有两种画法 一种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用啥的 用什么颜色呢 太白 太白加水 太白加水以后呢 再调那个太清蓝 太白加水以后 笔局调太清蓝 最后笔局要深一点 一点颜色 调花青 这是三个 这是一组 这一会儿 那只写下来吧 怎么这么调 这是画蓝牡丹的第一种画法 一种一种画法 不是第一种 就是一种画法 一共两种嘛 一种 先把太白调到笔局根部 太白加水 一定要加点水啊 不能太浓了 太白加水 在笔尖 在笔尖 到二分之一左右 太清蓝 在三分之一左右的花青 这个颜色 塞尖就出来了嘛 最深的是花青嘛 对不对 这是一组 第二种组合呢 也是立布克太白 也太白 太白呢 加什么呢 那个 加那个 三青 或者是二青 就三青 或者二青 把这个两个调到一起 先把笔尖调太白 再把加上三青和二青 调一下子啊 这个调到那个 二分之一以上嘛 清满的吧 等于是 把整个笔吧 都 整个笔度上 都 都调这个颜色 就是三青加太白 这个呢 你太白 要少一点 三青要少一点 太白稍稍少多一点的 这个 这个调的 就是整个笔度上 都是蓝的颜色 整个笔度是蓝的颜色 浅浅的蓝的颜色 不要太深的蓝的啊 这样调完了以后呢 再调那个 三青 笔尖二分之一调三青 三青 二分之一左右啊 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调三青 三青完了以后 笔尖再调啥 调古蓝 或者是 孔雀蓝 我没有孔雀蓝 我用古蓝 代替啊 古蓝 或者是孔雀蓝 古蓝都可以 有个没有的话 没有苦蓝 就用孔雀蓝 没有孔雀蓝 用古蓝 反正这个颜色 挺好看 但是这个三青 画这个花 更好看一下啊 最后是啥呀 比肩上 还要调到三青 花青 调到花青 这个花青呢 是 花青是比较重的嘛 蓝颜色嘛 就是蓝 青 青蓝 蓝青蓝 蓝青蓝 蓝青的仔 对吧 这个是假的花心 我把这个 这个其他就是画叶子的 这个颜料 画花心 通华这个 画叶子的颜料 有胭脂 有褶石 有酸绿 有通华 反正这几种颜色 我写一下吧 我怕你们记不住 我用笔写一下 大家可以做些笔记 或者是截图一下 也可以 那个小纸写一下 就是蓝莫丹的调色 我写下来 就是蓝莫丹的调色 办法 大家可以记一下 写以后画的时候 因为我以前也讲过 也讲过这个蓝莫丹的画法 因为上几个单元嘛 讲那个 牡丹的色系的时候 九大色系的时候 讲个蓝莫丹 什么牡丹都讲个 九大色系都讲个啊 蓝莫丹 蓝的是草子头吧 蓝莫丹调色 蓝莫丹调色 第一种 第一种 非常简单的 就是 太白 金子丸 太白 加水 就是调到这个笔度上 太白加水 第二个呢 再加啥 加完水以后 再加太清蓝 太清蓝 对 这字笔写错了 加太清蓝 加完太清蓝以后 笔尖再加啥 加花青 花青是比较深的颜色 对吧 这是第一种办法 这就等于是蓝莫丹的画法了 画完以后 就是蓝莫丹 第二种 第二种比较复杂一些 东西颜色也多 但是效果比较好 但是效果比较好 我这两种一会儿我都画 第一个呢 也是 太白 对吧 太白 加啥呢 加那三清 这三清 这个调到整个笔度上 就是占满的吧 占满的占子咋写 占子不会写 占满的 这些琴吧 琴满吧 哈哈哈哈哈哈 拆笔就玩字了 提笔就玩字了 琴满的 就是啊 就那意思 这样子咋写 不会写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太白 加三清 这个调颜色以后 太白多一点的 三清少一点的 整个笔度上 就琴满的 我一会儿一会儿 在画的时候 我现在就写上 那个再加啥呀 加上三清 这不是 这三清不就 就深一点了吗 这个三清 前面三清是加太白 最后再全三清 这三清呢 不是这个三清水的清子 再加上一个 孔雀蓝 孔雀蓝 孔雀蓝这里想的 如果没有孔雀蓝的话 就它古蓝也可以 孔雀蓝 或者是那个 古蓝 我现在是拿的是古蓝 古蓝色也可以 这个古 金字盘这个古 古蓝 蓝吧 也这个蓝的蓝 刮号啊 刮号 或者是古蓝 对吧 古蓝 这会儿 还要加一个颜色 再加花青 花青 这两种花青 这会儿花青 花青一个啥 花青比较重嘛 色比较重 最深的颜色 加花青 这是蓝莫丹啊 蓝莫丹这个 调色法吧 下个法子啊 蓝莫丹调色法 这个你们可以记下来 就可以了 以后 以后碰到 要想画蓝莫丹的话 颜色我都在这比划完了 这个也都搁了一边去了 我现在就按照这个 这个顺序操作 我先把这个第一个 太白加水 加太金蓝 加花青 这第一种 我就开始画 调银色 这个 摸个盘子里的 把这几个伞 都调上啊 太白 把太白找出来 太白 太白 我拿这个 这一只笔啊 这一笔呢 太白加什么 加太金蓝 太金蓝在哪呢 在这 太白加太金蓝 再加花青 这就是太金蓝 再加点花青 你看这个花青的伞 比太金蓝 甚多了啊 太金蓝 比较艳 那个先把笔 清水 清透水了 我现在就按照 咱这个表 调 太白加水 先太白加水 这不太白吗 我加点水 调到笔的根部 也要清满它 淡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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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个心子 清满它 仗子是怎么写 草子头就跟酒在那呢 忘了 咋写了 大刀比的根部 再比根部 你看 这比根部 这时候再稍稍调一点点 拆起蓝进来 是不是有点蓝色了 是不是有点蓝色了 这个也挑到笔的根部 也挑到笔的根部 也清满了 你看整个色有点偏蓝吧 蓝牡丹 你不能画的最后是白的 就不得劲了 偏蓝一点 你看这蓝一点的 这个太白多一点 太白多蓝少 调的笔根部 你看这笔根部都是 调的笔度上 这时候呢 笔稍稍刮一刮 这个水分大 水分大的一个画的时候 今天画的卡纸啊 我在这个科技秒都说了 是卡纸 是那个65分33的卡纸 我一会儿给大家看 我就画这个啊 这样调完了以后 我笔接的呢 从三分 调到二分之一吧 调太青蓝 升了 升了 你看这 调到二分之一啊 太青蓝调到二分之一 他又发送群了 老太太 发到这个 咱这个群里了 实际上跟他妹妹说话 这个调到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之间 调到笔的二分之一左右 你看这个调完了 我在笔接上调点啥 调点花青了 这个花青呢 调的很少 就是调到笔三分之一吧 这是最深的颜色 看到没有最深的颜色啊 最深的颜色 三分之一左右 三分之一左右 现在就可以画了 这个颜色调完了啊 现在可以画 我不说了吗 在这个就画一个卡纸 这个卡纸 我画位置 位置咋样 可以 这个位置 可以再高一点 等都进了 都进了 这样吧 这个上面不太大 不太大呢 咱就是安排这样的 你不能安排在一边 也不能安排在两边 这两边 一个是这两边 画这朵花 不要对称了 如果我这边画的少 这边画的多 这边画的矮 这边画的高 这是规律啊 或者你这边画的高 我这边画的矮 这边画的多 我这边画的少 中间呢 也别让它断开 中间还用叶子 用小花头啊 把它连上就可以了 整个是一幅画 这个根 老干 它能出多少 也出多少 这个花 这个就是上面嘛 上面等于是 一幅画个裁下来 裁这个上面的意思啊 所以我现在在这呢 画一个 在这个位置吧 画一个小一点 大一点的花吧 做一个主花在这啊 这边我也画一个大花 这边我也画一个大花 我为了 为了省点事吧 我先画这个颜色的花 我画两朵 或者画三朵啊 这一会儿中间再 穿插别的颜色的花 这不是别的 就是第二种 第二种那个画法的颜色啊 我在这画一个 在这画一个 这个方向的啊 能不能看见 要不要开灯吗 能看见吗 看见这就画了啊 这个要画的小一点的 因为啥 这个上面嘛 不太大 所以画小一点的啊 有点黑是吧 我把这个 看这也行 看这 把这个大的蝴蝶瓣 画出来哦 从根部 就是完全画 我画的画 完全画的画啊 完全画的特点 就是这个 两个大蝴蝶瓣 啊 我现在开始 再调颜色了 再调颜色的时候呢 我是比肩颜色没调 肩膀没调开 你看这个颜色这么深 我还调这个颜色啊 这个比肩膀的那个色 不用占了 我再调这个 调的比肩 调的太清蓝 上面的太清蓝 那个比肩膀的颜色够了 不上了啊 太清蓝 在比肩我再调的画清 让它再深一点点的 我就画那个展开一半了 展开半是不是 深一点呢 因为展开的半 看到画半的正面了 大家都这么理解了 这画半的正面 这个半大 我就画个小半了 小半这么推下就可以了 这样一推 这是个小半 再来个大一点的半 大半小半啊 大半小半啊 挑颜色 一定要记得 先挑太清蓝 再挑花签 就两个小半啊 有个大缺口啊 这个大一点的 这个别怕碰 别怕碰前面那一笔 我这个再来一笔啊 就把这口封上啊 两笔封上 把这口封上了 不敢别 有东西就发个什么毛病了 不敢这笔 不敢碰那一笔 深巴碰着刻的 那没事啊 我再比较 我再调一点 那个太清蓝 调太清蓝以后 我再调花签 因为花签的颜色最深嘛 我再把它画 再画一个层次啊 就发现有个同志 画着画个 不敢那个 这笔 不敢爱那一笔 老怕碰上了 这个应该碰上 应该交叉的啊 不害怕 笔尖不动的 不断的补充 太清蓝和花签的颜色 这个钱了 我有补充太清蓝和花签啊 你看这个闪就深了 先看那个钱 再拿个小一点的 再拿一笔 这个花基本是画完了 你要可以再来几个层次 就可以了 我现在把这个地方稍微加深一点 整理一下结构 稍稍深一点 我在这边 我再加一个层次啊 遇过是他笔根材少了 你可以再沾一点 翘起来沾 沾一点那个笔根的颜色 笔翘起来沾 沾完以后 你还是要调太清蓝 调太清蓝啊 调过太清蓝以后 还是要调花签 你记得花签材最深的了 在这个里面是他是最深的 他老大哈 我在这个 我在这边吧 我这把他也缺肉食 我再来一点啊 再来一个半啊 大一点呢 两个半穿起来 这个再来一个 又再来个层次 又加个层次啊 加层次 这个任意的 任意发布 你任意想 怎么画都可以 怎么画都可以啊 这个再来个小一点 小车口 大车口啊 这个浅了 不随一点 这个相对比测看 这个好看一点了啊 这个再来个小罐吧 调整一下结构 深一点啊 这个浅了 这可以往这加比的 不敢不敢加 有些东西就是不敢再画 往这画了 所以老害怕 这个不用害怕 这个颜色就是 这一朵花 就算 这个花形啊 我认为就差不多了 你把这个花形扣出来吧 就是蘸这个浓的那个 花青扣花青就可以了 非常浓的花青 把这个花形扣出来 这边接触的时候 跟它接触的时候 这个笔根往下一按 你看一按 你看它有个过度 突然一下接着就不太好看了 稍微有个过度 这里面花青里面也花些小伴 它都是 整个花青都是很多小伴在里头 这个花青就扣完了 对吧 我再补一把 我也不用洗 我在这个位置 我再画一个这样的颜色 再找个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画 高一点了 笔根的颜色 你看笔翘起来 笔根的 就补从这个太白和那个 太白和太青蓝 调那个颜色 就补这笔的根部了 是吧 看这书 补完以后 还是调那个 我拿过来 大家看着调啊 再调太青蓝 调这个笔的二分之一左右 看没有 不要调太多 这是太青蓝 调二分之一 调到二分之一左右以后呢 比先调花青 这花青呢 花青给塞多深 你看见没有 这个调哪 调三分之一左右了 笔翘起来点 笔后盘子的夹角大一点点 角度大一点 因为这盘子和笔格加脚 最大的脚是90度嘛 垂直 其他任何发现都小于90度了 小于90度 垂直是90度 最大的 角度 我的这个 我往上画一点嘛 往上画一点 我上面的笔头还要再画画呢 这个方向 我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吧 往上去的啊 一笔 两笔 往里包心了 就四笔都包 把心包上吧 一二三画个圈嘛 对不对啊 还记得那口诀吧 这口诀总结挺好啊 这老太太就这动脑筋呢 我再占点颜色 我这个又有点变化 我里面再画个小圈啊 再画个 再画个层次 再来个层次 这跟他那个 那的话的话又不一样 多一个层次啊 这个我还记得来个 火结半 大火结半啊 我这个再来个小块 这边再来个火结半 火结半 有大有小啊 两个大的一个小 我我在比个人 那个太白少了点 我再占一点太白啊 我再跳太清蓝 再跳花清 蓝花蓝摸的那个 离不开花清 这会儿最重的就是花清 你要嫌我才钱还不重的话 你就稍稍跳一顶顶点摸 可不可以跳多了摸 跳多了摸就是 就是螺青山的 这个大半我得画个小半啊 特别别画小半 就是六七八 谁办法嘛 是吧 画个小半 小半我再来个大点半 画大半的时候吧 笔往下倒一点呢 就是笔和指的夹角 小一点呢 画大半的笔就立起来一点呢 就跟这个调颜色一样啊 跟调色是一样的 就是笔和指的夹角 调整的角度 这再来一个半 这两道花明显有变化 不知道答案感觉不感觉到啊 因为啥 层次不一样的 半也小了 半小了 它的花半就多了 它也是还是单半 不是千层半 千层半半更小 再画一个半 再画一个半 你看 我先往这边画的 这个火口 再往这边来一点 要把笔豆用上啊 我发现就有一个同志 就是犯个毛病啥呢 他画画的笔豆 老不知道往下按 笔豆舍不着用 我记得我在铁锯局老大学 那个吴兰法吴老师 批评我们学员 有一句话 就是你买笔的时候 买笔的时候 没带你笔豆啊 笔豆他不用呢 我记忆忧心啊 你买笔的时候 那笔豆都不带啊 你这笔豆不往下按呢 就是笔豆不往下按嘛 这三家就出不来 对 所以讲的非常有道理 我在这画个小半的啊 小一点的半 这个你看我把这个半 我把这个半压一下 压一下 原来这个半挺大 我压一下一天了 我这个这个半比较大啊 三比四比是一个半 你看看啊 三比四比一个半 你看这个半 比较大的半 我再画个小半 把这个花就结束了啊 我在这画个小半 就可以结束这个花 这不可以结束了 颜色就铺到这了 再稍微深一点吧 我再整理一下结构啊 颜色深一点 整理一下结构 这个深一点 结构整理一下 这个花比它看的小多了 但是这个花的层次比它多 啊 你们大家扣后的时候 呃 发可见的时候 你们可以 仔细对照一下看 呃 这个有点变化 这花有点变化 我现在把花心扣上啊 花心扣上 呃 在花心扣上 我这地方 我我染一点 那个淡的颜色 淡的颜色 我再扣花心啊 花心就浓的 非常浓的这个 呃 花心的颜色 你看 这非常浓的花心啊 错了 这个你要知道这个颜色不够深 你可以加墨啊 我脚的这个也可以了 不用加深 嗯 这花心除了 嗯 毕竟还是过度过去 下面的过度过去 你看 这个心也有了啊 呃 我再这种颜色 我在这种颜色 我在这个地方呢 再画个小整的画啊 啊 因为就是 两种画法嘛 我现在用这种画法的颜色 多画几多画 或者下巴我就少画几多 哎 或者下 下巴 下一巴我多画几多 我这巴就少画几多画 一回一回一回事啊 啊 我再用这个颜色 我在这画个小画包吧 啊 我再用这个颜色 下巴也浅点呢 你画蓝模的 你浅点行吗 真的浅点 那你不信任何回事 就是画蓝的 就蓝的 我这个我再画个小画包 在哪位呢 在这 在这个位置画个小画包啊 我看啊 还是往这边来一点 小画包 比起来比较浓啊 是吗 这就脱了 这个小画包 我在这个位置啊 我还是用它这个颜色 因为这上面嘛 这个地方我画个小一点的 花包 但是呢 稍稍开一点呢 或者一点没开的啊 在这画 我在这边有一会儿 还要画画呢 画另外一种颜色的画 另外一种画法 把它把它脱起来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画一个 稍稍开一点的 这个笔有点干了 稍稍带点水 不能占多了水啊 太心蓝 花青啊 哦 你看这个也开出一点了 大的小的哦 大半小半 别画都一样大的半 费兰机会一样的 那就没有变化了 一定要画这个变化来 哎 这朵花开了一点了啊 现在开点的花青 我就能看着点了 把花青再扣出来 花青还是浓的那个花青色 我先教大家这个办法啊 就画个实字 留个小车口 这又是一朵 几朵了 一二三 四朵花了 四朵花了 四朵花了啊 我再画那个什么 用第二种笔法了 第二种笔法 这种笔法 那个蓝牡丹 画了四朵花了 我在第二种笔法呢 画的时候 画五朵 画六朵花了啊 就多一点了啊 第二种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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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位置 再画一种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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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笔法是 你画三五二七个笔法 再画一种笔法 permit 再画一种笔法 调的颜色花也很好看的 更复杂一些 颜色多 颜色多的颜色丰富 我在这个位置 这个角上 起伏似的 这样起来 这个话大 在这个角上先 在这个角上 能不能看得着 能看着 在这个角上 我还画一个什么呢 像这样的 半开那个话 调太心蓝 调花青 把这展开的半 展开大半 小半 大半 大半小半小半大半 这一样 这下隔开就行了 我再调一点花青 这个花青少了 这个大半 这个大半 重新起来以后 把时间没有了 那也不行 这下隔开 这下隔开 来点半,展开一点 这个半着,这个非常有韵味,这个挺好 我比较在里面再来个层次 小层次 不大点的层次 我这用比较一个收个浓浓的画清 把,把花西线画出来啊 好 大家看看第二种那个颜色的,第二种画法那个颜色比较复杂 第一个是太白加水加太清兰,调到比豆上 这个是太白加三清,调到比豆上 最后再调三清 再调孔雀兰,加个孔雀兰 这孔雀兰,我没有孔雀用谷兰,用谷兰代替 这个有多一个层次,最后还是划清 首尾还是划清 对吧 我现在就是,再把这个 我另外一个盘子吧 换个盘子啊 为了说明清楚一些 我把这个笔先洗,洗干净 为了为了这两个颜色我不混 两个颜色我不混 二清 我先调太白 把这个太白在这呢啊 不是太白,挪过来 太白,你看这太白 这个太白的 原来这个太白调的是太清蓝 是不是啊 我现在这个太白调啥呀 调二清 它两个颜色不一样 这是太白啊 太白也不少 我再勺着 我再整一点 太白挪过来了 嗯 我再调点 二清 这个颜色跟太清蓝的颜色不一样 这二清 你看这个塞吧 嗯 亮它 很啊 你太难更亮 你看 太白少了啊 因为这个花 还要花好几朵花嘛 对吧 我再搁点太白吧 再搁点太白 我再调点水进来了啊 再搁点太白 这能看得跳颜色 看着了吧 好颜色啊 我调点二清啊 我再加一点二清就行 这太白 调二清 调的比多长 琴满 那个帐子不和鞋那些 琴满那个啊 琴满的啊 哈哈哈 下课 下课我查字典 找帐子去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笋 跟原来那个颜色 是不一样的 大家能看得到吗 这个酒子那样的 还有一个 底下一个夹子 底下还有四点 我记得也是 忘了 我爸写错了 没有好意思写 哈哈哈 还不是不写的 那个 这是这个笋 你看看 这个颜色 调完这笋以后 再调啥呀 调那个二清啊 三清啊 二清三清都可以 我现在 我在这三清 我在盘子这三清啊 看 这是三清 三清调到二分之一 这个颜色吧 比拆干 那个颜色亮 三清 三清啊 三清调完了 三清调完以后 还有一个古蓝 古蓝的色 我挤一下的啊 古蓝 挤到这儿吧 古蓝这个画 那个孔雀尾弯时候 画孔雀的时候 那个薄剑时候 用这个古蓝色 孔雀那个 林子时候 用古蓝色 这是古蓝 你看古蓝色 跟它几个颜色 都不一样啊 一个色 一个色不一样 这是古蓝 挑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之间 不要超过二分之一了 再看那个三清 超过二分之一 这二分之一 这个就少一点了啊 这是古蓝 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之间 我在鼻间还是挑花青 这会儿还是落到花青上 这会儿落到花青上 这是两种不同颜色 我在这个上面 我再加一朵花吧 这这块 断的啊 对 一个草子上 一个 草子上一个酒子 对 还有一个 油子 在这儿呢 我在画一朵花 这两个花 还在这儿 特别要强调一下 就是有一同志 这个才看作业 拼作业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问题 就是啥 这两朵花的时候 画第二朵花的时候 用第二朵花的花瓣 把第一朵花的花瓣 给蹭出来 一定要蹭着好看 还有就是啥呢 第二朵花那个花瓣 跟这个 跟第二朵花花瓣 挨的这朵花的时候 那个瓣 对这朵花一样大的 有东西画的一样大 一样大就不好看了 我这个 这个花是这个形状 往这个形状 往这边来 我这个稍微变一点点 我自这儿开始画 自这儿开始画 自这儿开始画 我先 这个瓣 我就小一点点 这个小的是这个瓣 一定要记得 这个瓣 把前面这个花瓣 这个形状 一定要蹭出来 对 这个瓣小了 旁边这两个瓣 我觉得大一点的 你看大一点的 别人都会一样大 对 这个瓣小 那瓣就大 你看 这个 我把这个瓣再往这边 往这边再来一点 随便再来一点 再扣一点就可以 无所谓 这个花瓣少了 我再挑的花瓣 大家看着明显感觉到这个这两个花的颜色有点区别了 是吧 因为我调那个颜色不一样啊 你看这个大家有有有感觉到了啊 这个花的那个花心啊 往这边歪一点啊 往这边歪一点啊 别两个心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不好看了 对吧 避免磊同吗 别磊同啊 挑古蓝和花青 这我是古蓝 这两种颜色挑的 古蓝和花青 原来那个版是太秦蓝和花青 对 这是挑古蓝和花青 再不一样啊 大家记住 古蓝 先挑古蓝 后挑花青 小菱 这个画也不小了 不然再画大了 画大就垮了 总的说这画 再前面的画稍微小一点 这是菊花 主画 这两画颜色还是有区别的 大家要看的区别 看的颜色区别 我再把这个花心的结构整理一下 我用浓的花青 把这个花先画出来 好了 这两画颜色有点区别 但是实际上是两种画法 两种画大致的区别差不多 主要是这个菊花边这个颜色 跟它现在不一样 因为啥 这个是三青 这个是太青蓝和白粉 这个就差的区别 别的没多大区别了 我在这个位置 我再用这个再画个小画包吧 跟它挨得近一点 用这种笔法画来 谷蓝 跳谷蓝 谷蓝和花青 挨得近一点 稍稍开一点 也开一点 也开一点 这个花青 这个花青就画个菱形就行了 小菱形 你看看小菱形 这个开了一点点 这个一点没开 这个开了一部分了 这个开得更大一点了 所以就画这个花 画摩托花 就是要追究这个变化 各种各样的变化 我在这这个上面 我紧紧上吧 往这一吻偏一点的 我再画一朵 这个第二种花 我再画一朵花 我笔度上 我再沾一点这个菜干条的那个 三青 跟太白那个颜色 干完以后 我再挑古蓝 先挑三青 先挑三青 再调古蓝 三青 再调古蓝 再调花青 再调花青 我在这位置画一个画 也蹭出来啊 三青 古蓝 画青 我这个画青稍稍有点偏 发现不能跟它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就 就是重叠了 我再调三青 我再调三青 古蓝 我再调三青 古蓝 花青 大的小的 大的小的 大半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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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调三青 跳古蓝 跳花青 再站一下 古蓝 花青 我们可以 我再用深一点的花钦 抠出来 这个花钦 这又是一朵花 我在这个位置 画三朵花 再画一朵 有书有命 九朵十一朵 多画几朵花吧 挑完了再挑刮一个 实力太大 挑三清 全是别忘了 三清 三清完再挑古兰 就是孔雀兰 挑完孔雀兰古兰以后 再挑那个什么 花钦 我在这个位置再画一朵 这位置 这个花生这么薄 三清 三清 孔雀兰 花清 花清 三清 三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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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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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变得太大,比水分细一些 太白浓一点 浓太白 画瑞丝 画瑞丝比较细,一定要用新的笔画 要摸脱的笔就画不了了 用勾线笔画最好 勾线笔很细 画工笔画像勾线笔 画瑞丝一定要注意啥呢 那个透视关系跟那个点熊刺刃也是一样的 偏这个画的根部这个位置 你点的时候呢 画的时候也是短一点的 眼睛拿着,看着太划,太难受了 那个 这个地方要短 画线笔要短一点的 短短点 它是冲着这个 把这个瓷尾包在中间的 长长短短短,瑞丝啊 长长短短短,不要画一样长 一会儿在这个尖上 也是尖上 再点点那个药 就是花粉 哦 手指热点 电点,别微别蹭 要不要画一样 我可以画一样的 我可以画一样的 没画一样的 但是我可以画一样的 还有 我可以画一样的 这个脸色也不用点了 只有一会点点药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看不见 不戴眼镜看不见 戴眼镜的话 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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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完了以后 再把它敲一点浓一点的藤黄进来 灯黄调太白 戴着眼镜看 太累眼睛了 我才刚刚一直画 一直戴着眼镜看 现在已经摘了 就可以了啊 更加点了 来点 点那个先点上面的啊 这是要了 点花粉了 大大小的点 小的小 这个花这个根部 也是点的小一点的 这是应该是点金之笔啊 这个啊 也要注意宿密变化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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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酥密 这个点好了 很好看 点的不好的 就相当不好看了 我发现今天教作业的同志吧 那个 这个 点的都不明显 因为啥,就是你那个太白少了,水分大了,看不清楚了,化开了,点之后觉得挺深的,挺大的颜色,实际上慢慢干了以后就是没了。 所以一定要浓一点点,水分要少。 点子有大有小有酥有蜜啊,现在说了啊。 尽量点到蜜色上面,也不能说每个蜜色上面都有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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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要讲到这个黄色不显眼的话,这个还可以点啥?点那个猪标?点那个猪沙?那眼的更显点。 可以点猪标点猪沙? 可以点猪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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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我顺便说一下,有个订阅通知,那个没进群的,一定告诉我一声。 还有那个在群内那个已经订阅那个,再通知我一声。 我这个下课以后我要清理群了。 那个没有订阅的我就要清出去了。 你不告诉我我就当时你没订阅。 清出以后还是再拉进来。 因为西校有要求每个群的都要每一次每个单元要进新建群。 咱那个新建群挺麻烦的。 我就看大部分都是这个群的人,所以我就不见了。 但是你告诉我一声,你已经订阅了。 你没订阅,你自动退出群去。 因为每个群里学校都有那个下午工作人员。 下午,下午人员都在里面。 每个群里学校都有好几名下午人员。 这是东京能浪大学的一些工作人员。 。 找一找。 你干了以后它不咸的,你再补一补。 。 就可以了啊。 我现在把这个,这个笔啊,是太白了。 我现在这里面有那个酸绿。 浓的酸绿。 还有那个酸青的。 我再调一点。 我把那个,呃,点点胎点。 点点胎点。 我这个顺利这个颜色。 非常浓。 像浓一点。 点那个黑叶子上面,点点胎点。 丰富一下这个色彩。 哦。 但这个,这个颜色剩了也,也就浪费了。 画牡丹花,最容易浪费颜色。 稍稍挤多一点就浪费了。 。 画山水画了这次省颜色。 啊,点点胎点,就是点那个重的那个磨的地方。 啊,你看。 越重了。 这个胎点点大点小啊,点的也有树有蜜。 点的要大一点,也小一点的。 别丢,别点的,也就是别点太规矩了。 这就丰富一下这个画面的色彩。 这点的深的地方,越深的地方越点它。 浅的地方点的看不出来不显。 。 这就是三绿啊,浓的三绿。 还有太白了。 比方那个黄的也太白了。 我也没洗,直接这个笔就点了。 。 点挺好看。 大点小一点啊,点大一点小一点。 也有树密变化。 这个树密变化是观众的画画、国画的整个个程。 好,这边挺好看的啊。 这幅画。 这幅画也算完成了。 提上款,这样就可以。 提款呢,你也可以沿着这个上边,这个边提。 这样的沿着上面那么提。 每个字要对着这个圆心,上面中心。 这样这个方向那么提。 再我改个章。 也可以的,沿着这个,顺着这个边,这样的树的提。 这都可以的。 顺着这个边,这样的提款。 比如说,这叫花开富贵呀。 或者是,连这个兰博担的话,仔细动来呀。 啊,写几个字都可以。 这样的小上面吧。 字应该提穷款最好。 就提了一个那个,标题。 就仔细动来,花开富贵,都可以。 就再提个名,再盖个章,就完事了。 你要是这样的提的话,盖章也是这么盖。 你要是竖着提的话,盖章是竖着盖。 这个一定要统一起来。 你别啊,你这个,这个款这么提的,盖章这么盖的。 那就不统一了。 这个要注意。 特别的上面,上面要注意这一点。 别的都不说话。 你别的画的话,画画的话,你就怎么画,怎么提都可以。 你如果这个是长方形的话,你就这么提也可以。 竖着提也可以,横着提也可以,对吧。 但是这上面有两种提法。 一个是埃了,在沿着这个边体。 沿着边体。 还有几个人,我们提点款。 提个款给大家看看,做个示范。 提个款。 我也拿小蓝花笔提。 这个提什么字? 仔细动来呀。 花开富贵吧。 最通俗最好。 花开富贵不仅是红花富贵啊。 什么颜色的花都可以富贵。 对吧。 。 紫星呢这还不是紫色的花。 嗯。 再点墨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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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这个卡纸不用表了 你就是买个净块 完成一箱就可以了 你在哈尔滨到曼哈顿里装个块 塑料这块的话 装个塑料块很便宜 几十块钱 就是木头的块贵一点 我就这么提啊 花开富贵 就塑料块写个名就完事了 花开富贵的几个字呢 稍微大一点点 干了哈 就整了一身的 呃 这个题 我说了 这么斜的题 字 应该冲着这个圆心放下来 这个别等错了 就这么 你看 这往下来啊 花开富贵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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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 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盖上章 随画的 明镜那么一万笔的字 稍微小一点的 稍微小一点的 盖上章 盖章也这么斜的盖 盖上章吧 盖上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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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完整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 盖着顺着这个边盖 这个章 两个章之间距离一个章左右就可以了 这就是完整的话了啊 下课后我把这个照片发到咱们群里去 没有进群同志啊 一定要想办法进群 告诉我一次我给垃圾群 再见啦 做单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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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